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椒檐中有一片小沙滩 沙滩上有不少潮汐留下的贝壳 已经多少年了 依旧那么安详 美丽 我停下来 吸引我的却不是那些彩背 而是一个极普通的裸壳 它毫无端庄之态 独自在浅浅的积水中飞跑 我戳住它 才发现里面原来藏着一只小蟹 生命 这只小蟹教给我怎样选择词汇 一句生机勃勃而别具一格的口语 胜过识达 华美而古老的文词 由于渴望 我常常走向社会的边缘 前面是草 云 海 是绿色 白色 蓝色的自然 这洁净的色彩抹去了闹市的浮沉 使我的心恢复了感知 我是在记忆吗 似乎也在回忆 因为我在成为人之前 就是他们之中的一员 我曾像猛马的锯齿那样弯曲 我曾像叶子那样天真 我曾像浮游生物那样渺小而愉快 我曾像云那样自由 我感谢自然 使我感到了自己 感到了无数生命和非生命的历史 我感谢自然 感谢他继续给我的一切 诗和歌 这就是为什么在现实紧迫的征战中 在机械的昏鸣中 我仍然用最美的声音 滴滴地说 我是你的 万物 生命 人 都有自己的梦 每个梦 都是一个世界 沙漠梦想着云的背影 花朵梦想着蝴蝶的亲吻 陆迪在梦想海洋 我也有我的梦 遥远清晰 它不仅仅是一个世界 它是高于世界的天国 它 就是美 最纯净的美 当我打开安徒生的童话 浅浅的脑海里就充满光辉 我向它走去 我渐渐透明 抛掉了身后的暗影 只有路 自由的路 我生命的价值就在于行走 我要用心中的唇银 注一把钥匙 去开启那天国的门 向着人类 如果可能 我将幸福的失落 在冥冥之中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不管周围的环境怎样 都要保持一颗像诗人一样 纯洁的心灵 在通往梦想的道路上 不断前行 我们也在为了九月的舞台剧 而努力学习 一步一步接近那扇 梦想之城的大门 跟我们一起加油吧 我是池逸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